哇啦 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今天讲这12个币 然后留言区一大堆人跟我讲ETC 所以我要讲ETC了 好啦ETC先开始吧 ETC就之前前几个礼拜 我直播也是一直在讲 ETC在支撑 然后很有可能会走一波 ok 等一下把这个拉出来 所以从这个底部拉了 现在很多人问老铁自拆自拆自拆 所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形态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注意的 ok 现在从小的看吧 小的如果这个是X 这个是A 这个是B的话 这个C上去 现在完成的是一个113的蝙蝠 但现在可以直接自拆吗 我觉得是超级危险的 为什么 你看RSI4小时超级买 超级超级的买 很高很高很高 所以那个动力还暂时还超级的强 所以我不排出 他可能会走一个螃蟹上去46 有这个可能性的 听说是好像减产还是快减产 还是已经减产 我不知道 反正这两个可能都有 所以要空的话 你其实要小心 就是你期待他 快点从这个X套买出来 再考虑吧 如果他不出来的话 你现在直接跳进去是危险的 就会很像RUN这样 ok 所以可能是这里 如果他继续拉盘的话 也不要担心 1618这里应该差不多 ok 这个是3ETC的看法 BTC昨天我讲的这个level开始有一些反应了 ok 然后现在这个是886的4万2 记得吗 我说的这个level 鲨鱼可能是886 可能是1.0 可能是113 他这次他在886开始转下来了 所以挺好的 昨天有空的朋友今天开始赚钱了 然后记得就是这个鲨鱼到达目标一级的部分指引 其实现在行情还是有点不一定 我不懂应该是等他来50去做多 还是一直拿着空单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空单 就有一个DOT 已经他没有了 但0.5这个level挺关键的 他是4万块一个整数 整数很多很多时候很多人关注了 所以我不排除可能来到50完成目标1 可能会继续拉盘 所以注意一下来到目标一级的部分指引 然后另外一半就看运气了 你可以hold着然后希望他继续炸 或者他真的反弹也不同 因为你已经部分指引了 对不对 OK这个是BTC ETH一模一样 ETH是只有两个形态 昨天我讲了886的蝙蝠 再加小螃蟹2位1的 你看这边有2位1的 昨天我在中心看 OK这个是螃蟹再加加特里二合体 合体下来了 然后等下记得382618记得部分指引 要抄底的我觉得可以等待 他再次回归26多 我们看一下这里站 我可能会反弹一波 OK 这是ETH 然后LUNA 这个是秘密的要求 记得 这个LUNA我真的不懂他干嘛 我在猜他会走下来完成一个鲨鱼 但还需要一点时间 希望快点砸盘 这个是C 这个是D 所以空也是危险的 你等他调整完你去做多 可能在53左右可以考虑 OK 这边有一个潜在杀人 然后那个GALA GALA是那个NIC GALA NIC GALA希望GALA NIC GALA是其中一个毒子也是 因为这几天GALA拉了盘 要死不死的拉到这里 然后又要砸下来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这个支撑能不能照稳 照稳的话可能会拉一波 如果直接砸破的话 那就不理他了 那那个元宇宙可能玩完了 可能要等一个六个月 九个月才可以开始再继续玩 OK 这是GALA 这个JASMINE 不懂什么鬼字 有人叫我看 最近的一个大牛逼吧 跑得很顺畅 可是这种数据 我做不够数据 我也不懂怎么去看 看一下这个吧 全部的形态都不能完成 这个呢 3822 不行 根本没有形态 所以我不懂怎么看 横线阻力也是全部都突破了 所以这个JASMINE暂时我没有看法 我也不知道他会拉到什么level 不熟悉 所以不懂要给什么意见 OK Litecoin这个之前走了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886蝙蝠反弹了一波 现在走了 应该去到382了吧 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心态 可以去制裁他 这边有一个X A B 这个C上去 如果他真的上去的话 这个B点把它定为成618嘛 就差一点的618左右 所以这个拉上去 再猜他会不会走一个886回到127左右 XA B C 再拉一拉也不要太high 去到127.5的话 可以考虑看要不要去制裁他 OK 这是Litecoin 然后那个蛋糕之前拉了一波 也不懂什么新闻 这个蛋糕拉了一波 拉到B点 然后被砸下去了 也不懂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顶了 是有新闻的 OK 然后 这个顶很硬 来到这里直接被砸下去 然后我也不懂他会回踩到什么level 再继续拉 可能走一个7 这个有点像那天的IMX 拉一波走横盘走一个7星 继续突破 所以关注一下这条线 如果他真的拉一波可能会突破 那真的要考虑去控这个kick 我不懂他最近会不会有什么好新闻 好像IMX的新闻也是一连串的一直来的 所以当他们有新闻的话 他们会布局的 好像这个礼拜先布局一个好新闻 一个礼拜后再炸第二个 给他拉的有条有理 这个庄家的一些烂套路 所以我这不排除他可能会拉第二波 真的来到这个level要小心 8块3以上要考虑 看这边鲨鱼要不要考虑去控他 OK 这个是我对kick的看法 最近刚上市的这个app 如果有跟着胡子哥的朋友 应该有赚钱了 胡子哥的推特微信记得去订阅 对啊 但如果你不是跟他一样时间进场的 那你可能也出不了了 看一下看coinbase 对了 如果他一发布的时候 3月17轮你跳进去的话 那个时候可能7块 他包括你买的进去 你15块16块这里 你不出的话 现在砸回来10块钱了 所以这种新的币真的 你真的有一些内幕 还是你跟着胡子哥 你是胡子哥的亲密好友之一 可能他一上来你就大概懂一个目标 他可能会告诉你 可能的我猜的 这个15块以上要小心的 这种类似的 他也不会太直接告诉你 因为他们这个圈子 我觉得就是 蛮紧密的 所以这种我一般不动 因为你看 如果我那天听到胡子哥的新闻 我跳进去 可能刚开始我也不敢跳的 我是那种吝啬鬼 我会等他调整 那他不调整 他直接拉的话 那我就错过了 但如果那些在15时就跳顶的话 你要小心 我也不懂 他会被拉第二波 所以这种新的币 我真的不懂他们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也没有数据让我分析 所以我宁愿就不看 OK Audio OK 这个最近拉了 拉了 它底部建仓 然后开始拉了 那这一部会拉到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这个好像是跟那个 Algo是有关系的 是吗 真的不能怎么看 XABC 这一波上去完成了一个113的蝙蝠 OK 这个level也不要追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 他到底 他他等下如果回到一块两毛 是一块两毛半这里 看这个level能不能二探成功 然后可能会调整一波 猜的啦 所以我们看他会不会回来测试一二十 OK 这个是Audio 然后那个ADA 好久没有看他了 没有什么好看的 无聊的 那天直播有讲他在底部开始有点小拉盘 然后 也不懂会拉到哪里 但以形态的角度 他是有可能会突然有一些好新闻 拉到1.2 1.2的时候就要注意的 所以我不懂他不会拉到哪里 但有的到哪里我们考虑空 如果你要抄底的朋友 那天已经错过了 所以你希望他再回来再站稳 可能你可以再超多一波 OK 就这样一把ADA OK 然后我们看total total2 QRST OK total 这一波真的是拉到我讲的这个阻力了 就是1.85兆左右 到了这里然后开始有点小调整 所以 这两天 这两天真的有在回踩这个趋势线阻力的话 找一些币考虑去控他 我觉得总体行情还没有走入牛市 昨天我也讲不要太FORMA 然后昨天我也讲 比特币以太坊都到达了一些关键的反转区了 所以我觉得这条线不破的话 很难有to the moon很难有小牛市的 所以这里我觉得 可能布局空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真的要布局多的话 你等他调整下来再考虑 现在就是一个 长长的一个横盘趋势 在累积筹码或者在累积筹码 拉盘 或者在累积筹码 杂盘 我不知道 OK 反正在靠近顶就空 靠近底就接多 这样的话我觉得安全多了 OK 这个是total 这是包括比特币的 如果排出比特币的话 他是拉的有点猛 然后超越了一点点 但这里我觉得像是一个假突破 然后这里也是有形态 XABCD 这边走了一个88的 这个以太坊超级象的 XABCD 升加特里886 所以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是顶的 觉得应该是看空好 好了 我今天就说到这了 然后感谢大家每天的关注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点赞留言分享 还有我最近就看ETC 我再讲一下ETC ETC 很多人讲这个是末日战车 所以我很无聊 我今天唱一首歌给你听 叫做那个末班车 那个消防期的 Enjoy ETC 我双唇像靠在 曾要懂我的天空 别说话 泪水你别带走 镜子里的我 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 别挥弄 我完成要开了 你不过先走 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 好好走